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這個月初 由於朱克伯格要修改WhatsApp的私隱條款 以及將特朗普總統和一眾保守派人士禁言 造成席捲全球的網絡移民潮 很多人決定要離開朱克伯格旗下的三個Apps 分別是Facebook Whatsapp和Instagram 現在在WhatsApp方面 朱克伯格所受到的打擊就非常嚴重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WhatsApp的受創程度有多嚴重 惠報昨天有一篇報導 引述了英國國會內政事務委員會的數據 原來在過去三個星期 但是WhatsApp在全球流失的用戶數字 是數以百萬計 這個數字當然是非常誇張的 幾百萬人 香港都是750萬人口 幾百萬人是很多 而且這也是相當艱難的決定 因為有不少人 基於工作關係 還保留著WhatsApp 如果要和WhatsApp一刀兩斷 事實上是要有很大的決心 幾百萬人很多 不能夠看少 到底用戶是轉移到哪個平台 在過去三個星期 Signal在全球新增了750萬的用戶 而Telegram更加增加了2500萬的用戶 這些數字也是令人相當鼓舞 因為人家走得的時候 其實WhatsApp已經是流於一個丟空的狀態 純粹就叫做被動來接觸 主動接觸一定是用Signal或者Telegram WhatsApp的人員有出來辯解 他們的歐洲公共政策總監 就向英國國會的內政事務委員會承認 是存在著大量用戶流失的情況 而這個情況就跟公司的更新服務條款有關 他就重新WhatsApp的立場 說更新私隱條款純粹是配合商業通訊服務 同時會向用戶提供更大的透明度 總之他就說一切如常 但是無論他們怎樣去解釋都好 其實都很難來挽回到人心 還有就是 他這番的解釋其實都是避重就輕 他更新私隱條款只是一條導火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家不滿你打壓言論自由 不滿你搞政治打壓 不滿你配合民主黨搞政治清算 為什麼特朗普總統在任的時候都被你禁了 為什麼那麼多保守派人士被你禁了 這些完全就是政治打壓 這才是主要原因 老實說我轉去其他平台跟人聊天 從來沒有考慮過什麼私隱的問題 因為你的軟件是免費用 Apps是免費用 免費的東西一定最貴 免費的東西沒有私隱可言 我免費用你的服務 我就預料你會在背後拿回我多少東西走 這是可以理解的 是正常的 因為你都要賺錢 不然你就不能再提供免費服務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這個道理 問題就是人家是懂得尊重用戶 他是不會亂把那些用戶禁言 你朱西伯格又不是 你又吃又拿 你就已經拿了很多用戶的私隱去賣廣告 這樣也算了 你還要不讓別人發現 這件事就說不過去 原來 這個朱克伯格昨天也宣佈了一件事 就說將會在全球範圍 停止以演算法來推薦政治性的社團 並且計劃減少顯示政治性的貼文 他還說 很多用戶都不希望使用Facebook平台的體驗 是比政治和爭論佔據 他還強調 Facebook是希望花更多的心力 使得人與人之間更靠近 他就說這番廢話 喂 喂 麻煩你了 政治是什麼就是眾人之事 政治就是牽涉到社會利益的分佈 你竟然說不讓別人說 你要停止推薦那些政治社團 減少顯示那些政治貼文 喂 那我還上你Facebook做什麼 你的Facebook原來是不讓別人說這些話 要去政治化 你真好笑 你這個平台有什麼存在價值 要追求和諧 我不如看微博 我不如看微信朋友圈 我需要看你Facebook 你Facebook還有什麼獨特的價值 原來你不喜歡別人看這些東西 你代用戶說不希望看到這些東西 你有諮詢到這些用戶嗎 你說是呀是呀 還有那個政治性貼文 其實範圍可以很廣泛 比如說有些用戶在Facebook那處 號召人轉場去MIV 或者號召人不再用WhatsApp轉去Signal Telegram 這個算不算是政治的一部分 那個用戶是在抵制 Big Tech 抵制你的科技巨企 這個你又可以當作政治的一部分 你又不讓他顯示也可以 又或者有些用戶看到娛樂版 看到原來陳百祥很厲害 涉嫌違反限聚令 走去跟朋友聚在一起吃飯 有很多人 在晚上的時候 到底這個算不算政治性的貼文呢 到最後的決定又是拿回在你朱克伯格的準則手上 如果你想人看到的 那則不是政治性貼文 如果你不想人看到的 你就說那些是政治性貼文 根本是任你所說的 所以你現在這個平台 基本上就是越搞就越壞了 當然啦 在去年第四季 他們的獲利 還增加了五成三 去到112億美元 全年的營收就增加三成三 達到280億美元 不過這個統計就還未反映得到 全球網絡移民潮的大勢 因為在今年1月的時候才是爆發出來的 我相信他們今年的營收一定是會壞了很多 因為你作為一個廣告商 你要下廣告很簡單 你一定是會選擇一個平台 能夠接觸得到最廣泛的群眾 Facebook就是其中一個 只不過當那些廣告商看到 原來你這個用戶不停跌 WhatsApp的人又在轉用其他app 他的叫價一定是會相應降低 一個人降 每個人都降 那麼你收益就減了 這個就是有效地打擊得到科技霸權 所以那些人走其實是很有效的 你那些廣告商一看的數據 幾百萬幾百萬人走 我還接觸得到多少人 而且是說每天活躍的人數 Facebook有多少人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是說每天有多少人活躍打開你的app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群人才是接觸得到廣告最多的用戶 你說10年都不打開Facebook一次 那些已經是當它失亂了 廣告商是不看那個數字的 是看你每天活躍人數的 所以大家多點打開其他apps就可以了 那個數據也很重要的 有空就按一下 沒有空就關掉 好了 繼續說一下 原來Telegram想送這個 WhatsApp一程 他們最新的版本就說 可以 從WhatsApp轉移的對話記錄 過到Telegram那裡 變成了 好像無縫交接一樣 這個擺明就是要搶客的其中一大步 來的 我相信 接下來會多些人轉到Telegram 都不受不了 但是我也是苦口婆心地說 大家不要覺得這些apps很高的私隱度很安全 網絡所有東西都是沒有安全的 如果有些人傻到因為私隱的關係 由WhatsApp轉到Telegram 或者Signal 就覺得很安全 其實就是觸從 千萬不要這麼想 過去一年很多人已經是撞了板 那些人不信 經常說什麼apps很安全 是沒有安全的 你所說的每一句說話 你當在公眾拿著大聲公說就行了 你就會很謹慎 所有東西你要謹言慎行 才可以保障自己 尤其是那些年輕人 不要衝動 不要別人告訴你 那個apps很安全 你就起勢亂說 沒有底線 這些是很危險的行為 我只是苦口婆心說過很多次 不厭其煩 再說 聽到多少就聽多少 聽不入耳也沒辦法 真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美國有一個民意調查 發現到 原來 美國人對主流媒體的信任 跌到 史上的新低 只有46%的人 會相信主流傳媒 而且 民主黨人相信的比例 就是57% 共和黨人的相信比例 只有18% 較上次的調查 再跌多1.5% 這個數字其實 也是很合乎 你還有 4.6%的人相信主流媒體 都已經是 很多 多了 因為很多主流媒體 根本上 就是向一邊 靠攏 就是 報不報 就是有偏頗的成份 所以你還有 4.6%的人相信 其實主流媒體的影響力 還存在 所以大家也不能忽視 不過對於 清醒了的人來說 無論主流媒體 如何敲鑼打鼓 其實那班 觀眾都很難 再回頭 但是就算在網上也好 大家也要謹慎地選擇 有些擺明是 亂說的 常常說 布林肯繼承 蓬佩奧的強硬路線 那些擺明是亂說的 今天這個布林肯又出來說 又說南海什麼什麼 拒絕接受北京 聲稱南海主權 會聯同東南亞抗衡中國 等等 這些只是一個說字 因為 剛剛 拜登陰點的國防部長 他才提到 說國防部應該要主力來去應對氣候變遷的問題 說都沒有說過中國這件事 布林肯說這些是什麼 無兵司令 所以有些人說 布林肯繼承蓬佩奧的強硬路線 這些完全就是在說謊 幸好我們自己的益友就不相信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